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知道我担心什么了吗 老爷 他要血洗七十二相寨 咱少爷还在里头呢 我不想招谁 也不想惹谁 我就想回家养老 怎么就这么难呢 回主子 李渭递牌子求见 李渭 是他 他那身装扮太有意思了 什么装扮 让他进来 这 走吧 我说李 对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大护法 大护法 请吧 亲命护法 陈李渭叩请圣安 我倒真忘了 我们这里还有个大护法呢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忘记了 臣没有忘记 太后亲临宝应寺的时候 臣就在门外 当臣听说那佛牙是假的 当时真是如五雷轰顶啊 臣知道皇上是最最孝顺的 一想到太后当时的样子 尤其当着大庭广众 别说皇上就是臣都感到无地自容 要是有个地方我都想钻进去 是为人子 岂止是一个无地自容 母后真是包容天下 是非常人可比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更何况这是太后她老人家受了委屈 一想到这儿 臣这屁股底下就像针扎了似的 没想到你李贝还有这份人心 臣也是上有老母下有儿子的 是啊 人同此心 臣现在身为亲命护法 如果视而不见 那是天理难容 您想怎么样 臣要刻尽职守 想方设法为太后再去寻一寻佛谷 当然寻得来寻不来那是天意 可是坐着不去 那就是没良心 好 很好 有你这句话母后就会高兴的 臣以前有些私心 只想去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 你倒是说实话了 有皇上孝母的表率 臣决意痛改前非 找最艰苦的地方去 你想去哪里啊 既然西北一带寺庙众多 又有些佛谷的影子 臣想取到青海 去西北寻寻看 请皇上恩准 难得 这是这么多日子以来 朕听您旅游界最像样的一次奏对了 人心换人心 八两换半斤 手心手背都是他娘身上的肉啊 不对啊 好了 柯乐正好也要动身 你和他一起走吧 正好路上也有个照顾 谢皇上恩典 去吧 老爷出来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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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准了吗 怎么样了老爷 吃肉不准干活还有不准的 咱们真的要去西北了 不去怎么办 拉的事还能做回去 那也是为了您儿子呀 人家呢是养儿防老 可我倒好 为了儿子还得到西天取经去 老太太说了 李家就那么一根毒苗 一点香火 老爷就是当一回猪八戒也得去 是啊 我这辈子我得算是值了 走回去吧 来 主子 主子 别看李卫平日里歪七扭八的 可毕竟是宫里的老人啊 进棺集药的时候还是用得上劲的 这种时候也不多 从比那没有要强啊 再说了 这回人家是主动来找差事的 你说什么 我说 这李卫是主动来找差事啊 有意思 他是决意要辞官的是不是 可不是 一直闹着的 自己找上门来讨差事 还要去西北 还要找什么最艰苦的地方 这是李卫吗 说的也是 朕倒真有些好奇呢 传指 叫胡华二人跟李卫走一趟 就说是朕给他派的护卫 看看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一举一动都回来向我禀告 喳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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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今天 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喜事有两件 第一件 我们扎伦寺的圣物 前些日子被人抢走了 小女金珠 立下重事 一定要为扎伦寺 寻回佛谷 苍天开眼 佛祖保佑 今天佛谷终于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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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还佛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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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 这次寻回圣物 多亏了一位少年的鼎力相助 这位英雄在一场误会中受了小女的委屈 可是她无尽前嫌 也不贪图财宝 大仁大义 大智大勇 真乃人间的豪杰 好 这位英雄在什么地方 请头领引来一见 大皇上见一见 慢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 小女慧眼识珠 又有誓言在先 如今这位英雄即将成为我的东床家序 好 行了 大家好 英雄 英雄好 小英雄 是不是自己偷喝酒了 我喝了一点点 来 再陪小英雄多喝一碗 这么大碗 小英雄一定是英雄海量 这酒一定比南路烧酒强 什么南路烧酒 不是酒 是水 是水 咱们先干为敬 干 干 干 喝酒 喝酒 这不是酒 是水吗 是水 是水 英雄好久了 好久了 好久了 好 主位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位少年英雄 还是咱们大清皇上 跟前的五等带刀侍卫 英雄啊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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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不知道 英雄 我李小卫 是五等带刀侍卫 英雄啊 什么侍卫啊 将军啊 左领啊 我都瞧不上 他们都是三脚猫功夫 花拳绣腿 我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 大力侍卫 各个是武功高手 今天就请小英雄 赐两招绝技 让我们开开眼界如何啊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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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雄 你是使枪啊 还是使刀啊 这俩我都不喜欢 我要 锤子 锤子 你有没有锤子 有没有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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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锤子 你有没有锤子 哎 我们这里没人使锤 哪来的锤啊 没锤子 那 那就 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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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改锡啊 哎呀 我听明白了 他是说改成唱戏了 好 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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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是欢庆的日子 就不要武刀弄枪了 大家唱起来吧 好 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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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要 唱戏 听我唱 我就来段 新音子的书吧 好 不好 再软 来个硬的 铁板铜爬 要大风其兴 好 他去说 他去说 干什么谷月 干什么谷月 谷月 谷月 你们知道什么是谷月吗 啊 不知道 不知道啊 谷月 各营少尉戒备 军门回府了 军门 好 左右各营的左领都到了吗 接到军门的六百里指令已经都赶过来了 听我军令 大陆令 出什么事了 回大陆令 我们的前站银绍发现 柯勒的人马有异常的调动 请看 原来驻守在多拉山口和钦石河的两部绿营突然拔战 调往了我们的左右两侧 而且全部都是行军的阵仗 你们多虑了吧 柯勒哥 如今正在剿匪 兵员调动也是正常的 正因为他在剿匪 这个调动才不正常 多拉山口和钦石河 是两处重阵 是堵住张黑果东出西进的要道 如果不是有别的事情 这两处的兵是不应该动的 看架势 倒是对我们形成了加工之势 没有道理啊 没有道理啊 当初克勒阿从本寺劫走佛谷 就是动用了手中的正规兵马 有势在必得的意思 我在京城拿到佛谷的时候 克勒阿已经让顺天府画影图形 开始追捕我们了 要不是由小魏公子的侍卫腰牌 我连城门都出不去 我连城门都出不去 这个克勒阿不会这样做吧 这里的山川牧场是大清的领地 这七十二寨民众更是大清的子民 改土归流以后 这里建了卫所 我阿吉是头领 也是朝廷的刘官 还有吴品的鼎带 克勒阿就是再想要佛谷 他也不会对我们下手吧 这是同志超哥呀 话是这么说 可人心隔肚皮 那克勒他重兵在握 而且天高皇帝远哪 他这次劫佛谷进京 本来是想得风光的 可是被金珠姑娘又夺了回来 他也许是受了责罚 也许是丢了面子 他回来 是不是要呈呈您危还未可知啊 他们那边的兵马已经在运动 应该加以防范哪 七十二战老弱妇孺 克勒阿他也许打不过张黑国 可是对付我们是绰绰有余 他手下毕竟是正规的绿营军哪 这凡事总要有个道理 他克勒阿堂堂的西宁将军 他总不能师出无名吧 我看这件事不要急于下结论 更不要引起什么摩擦 以免给人口实 咱们先观望一下 这个消息不能乱传 以免引起慌乱 明白 母亲 他几OT 父牧畔 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被尸 连睁开眼睛看看都不想啊 这么乐不思蜀 什么乐不思蜀 一套一套犯人 李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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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指货大明 白鞠 我在做梦吗 你以为我们跑了上千里是来看你做梦的 是你还是又想死你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你 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啊 李小薇 你得敢作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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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在调动兵满了 海姑娘的信不知送到了没有啊 我担心的是即使送到了也怕来不及了 七十二寨的乡亲可都是拉家带口的老百姓 再快也快不过绿营兵啊 你管他呢 只要少爷能跑出来不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说 就咱们两三个人能干什么呀 老爷 老爷 要不去求求那个克勒 哪那么容易啊 就是挡不住 能拖一拖也好啊 反正司马爷得当活马医啊 这压下个佩的 又有什么事啊 有人求见 谁 是张黑国派来的 血洗七十二相战 老爷亲耳听到的 不可能吧 就为了一个佛谷 我们来的时候看见 克勒勒已经开始调兵了 惨了 你去哪儿啊 我起码得去告诉金珠吧 金珠 金珠就是那个 我想起来了 是嫂夫人吧 嫂什么夫人啊 她 她是 她 这就是新房吧 温香暖郁的 还真有点情调呢 我什么都没干啊 真的 我还是清白的 我对得起天地良仙 我只喜欢你一关 真的 回主人 这一位就是张黑国张头领的弟弟 他也是张头领的帐下军师 在下张黑山见过阿吉大头领 我和你们头领速无往来 不知军师有何尖叫啊 不知军师有何尖叫 大头领好像很有戒心呢 只要进我的大帐不是武刀弩枪 就是朋友 请坐 好 看茶 是 头领如此好客 我就开门见山的实话实说了吧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头领和头领下面的七十二相寨 恐怕要有血光之灾了 为什么你总是不喜欢听我说话呢 他们这里的人只是爱喝酒了一点 说话横了一点嘛 可是他们都是好人哪 不用你开道 你以为我跑了几千里就是为你啊 弄了半天 原来你不是为我而来啊 那当然了 人家七十二相寨 那是多少条无辜性命啊 老爷说过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许你做好事还人家佛谷 就不许我做好事造几级浮屠 你太让人伤心了 原来都不是为了救我 你快去吧 别耽误了正事 那你起码有一半是为我吧 老爷嘛 可能有一半是 我嘛 那一半的一半呢 你要是再瞎磨蹭 连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没有了 别急嘛 我这里去还不行嘛 你的消息可靠吗 怎么了 就凭我这张嘴 你认为那帮人会相信吗 你可是人家的孤爷 不信你信谁啊 别这么说啊 什么人家孤爷啊 你说话别老带着刺儿兴起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啊 你再糊涂 轻重缓急总该分得出来吧 去吧 嗯 喳 你们头领在吗 有客人 你告诉他 我也要紧的是找他 今天不行 为什么想 今天不行 那就改天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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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客人 哎呀 嗯 铁 Good morning 还有没有 据我们探知的情报 克勒已经调动了多拉山口和青石河两地的注影 向你们的两翼迂回 大有钱家之势 你要说什么 我们黑国首领 这些年南征北战 苦心经营 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无论和北方的罗刹国 中国还是西面的南北天竹 都有了广泛的联络 多年的谋划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 如今的时机已见成熟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你们想要干什么 建立自己的汉国 我们头领一向仰慕大头领的为人和威望 派我前来就是为了邀请您共谋大业 共谋大业 我这里牛羊成群 牧草成片 日子过得还可以 是吗 现在已经不可以了吧 克勒阿的兵马眼看就堵到您的家门口了 那不是打仗 那是一场屠杀 不管是克勒阿还是朝廷 如今已经容您不得 这种日子还叫可以吗 覆巢之下烟有完卵 你们要我干什么 走 借到前后葬直向西行 我们的头领称汉之后 您将成为势力最大的王爷 比您现在这有名无实的无品鼎带 怕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吧 你们真是谋划已久了 当然 我不会空手而来 以前西前最大的障碍是多拉山口 那里有绿营助手 难以通过 现在 克勒阿已经把那儿的兵调了出来 来专门对付您的七十二乡寨 这一扶一祸 明明白白的摆在您的眼前 我想头领不难掂量吧 这么大的事 我不好现在就回答您 您现在危机在即 时候不多呀 这是我们大汉的旗帜 您只要是决定了 就将它挂起来 我们的人马上会来接应 可以 这旱人里怎么总有这样的败类呢 其实他说的有些也是实情 怎么了 原来咱们掉进贼窝了 左右两路人马什么时候能到位 还得一两天的时间 怎么这么慢 军们 他们是从卡拉山口和钦石河拔营过来 兵马 粮草 自重都得准备 还有这我知道 派人去催一催 让他们尽快到位 到了我就动手 老子多一天都不想等 去 是 军们 我有个担心 什么 一旦真的大群押上 那方阿齐部落的人都是些不好惹的肉 真的要造反起来 麻烦就大了 等你说就晚了 你以为我没想过吗 造反 那正好 皇上派我来干什么 就是抓叛匪 张黑国我找不着 阿齐部落就在眼前 他们敢造反 我正好找一个软柿子捏 提几个人头回去 也算是抓了叛匪了 既得到了佛谷又抓了反贼 我的娘的这叫双赢啊我 也不知道海姑娘到底把信送到了没有 就是送到了又能怎么样 也许咱们把事情想简单了 佛谷人家根本不想给 克勒也绝对不会助手 小魏啊 要是真成了他的女婿 恐怕也没那么快送回来 要是这么说的话 咱们是谁也管不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以前老听说西北用兵西北用兵 这一路走过来啊 才知道什么叫天高皇帝远 这方圆上千里低 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真是想喝口水啊都费劲 能在这个地方生儿育女的 那是个个都生猛啊 难怪那个金珠为了一颗佛谷 就敢单枪匹马 勇闯京城 您的意思是 我想问你 水波凉山一百丹八将出在哪儿 这我知道 山东啊 山东可比这儿离经常近多了 你是说这儿离得远 皇上管不着 他没有造反 水波凉山那可是孔老夫子的老家 用山有水的 还说反就反了呢 那可怎么办啊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合算着 咱来了半天 谁也管不了啊 唉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哪 老爷 您可是大护法 你怎么办啊 狗屁 来啊 召集歌寨头领到这里来议事 是 你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这么大的事不会那么简单 唉呀 这里的人办事啊 跟京城衙门的人办事不一样啊 京城的人办事呢 鸡一嘴鸭一嘴东一嘴西一嘴 绝地一件事情呢一年半载都定不下来啊 我可是领驾过的你知道吗 还有吗 门口这帮更早 酒一喝 腿一拍 说走就走 唉 要不然我把你这里的事情告诉老爷 看老爷有什么办法 好 赶快去 嗯 唉呀 你 不能走 有两句话 我一定要跟你说 不说 恐怕来不及了 第一 我跟那个金珠姑娘根本没发生什么 第二 你是喜欢我的 是吗 你能先把我辫子放下来吗 从在石沙海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正眼看过别的女人 你是喜欢我的 我也是喜欢你的 既然大家都是喜欢对方的 不如 就得今天拜个天地吧 因为我是属于你的 你有病吧 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 快点 快点快点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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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快快 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办呢 小马 这怎么办呢 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怎么办呢 咱们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这真是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究竟怎么办呢 我见克勒去 什么人 我要见克军门 军门正在商议战事 任何人不得进入 我有要紧事 麻烦您告诉他 我叫李卫 这是将军行员 为令者 杀无事 不 不杀 这笔子又没招的时候 面对七十二寨的相中 我阿基没有任何个人的隐秘 全部情况就是这些 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地上的路有一千条 可现在留给我们的并不多 也许只有一条 据我所知 那个张黑果 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家伙 他为人阴险 在他那里只有利益 只有不认路的傻羊膏子 才会把这种人当作朋友 可是 如今克勒娥逼到了家门口 他能把守山口 防备张黑果的兵都调来 看来是狠下心来和我们作对 能暂逼一时 总比吃眼前亏强一些吧 张黑果 是一条没有良心的狼 他今天能反叛一次 明天就能反叛十次 他今天出卖朝廷 明天就会出卖我们 他真的要是自立朝廷 我敢说那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他想拉我们西迁 并不是真的喜欢我们 也不是为我们排游解难 他是想趁机壮大自己的实力 不管日后找到什么样的新靠山新主子 都可以当成筹绑 各位说的还只是旧事论事 我们这支部落自从西汉时从漠北前来 两千年中落地生根 虽然几经改朝换代 都不曾更改正术 我们的祖先可以逐水草而迁 但从来不会有奶就是娘 更没有干过分江裂土的事 我们一旦背弃了祖先 不管是当今的朝廷 还是什么罗刹天诸国 都会把我们当成一条丧家犬 那样的话 也许再也找不到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牧场了 你们说的都对 张黑国士郎不假 可眼前这克勒阿也不是只吃草的兔子 他手中的人马对付叛匪也许本事不大 可是对付起我们来 他毕竟还是朝廷的命官 逼反民众那是杀头的罪 朝廷命官我们不是没见过 有几个好东西 何况咱是天高皇帝元 人在天地间 脚要踩着地 头要顶着天 不能没有根 更不能有奶就是娘 就连一条好狗都不能谁扔块骨头就跟谁走 好 头领说得对 随张黑国西迁另立汉国 那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黑路 绝非正果 你们怎么想 不做叛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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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是我 你怎么回事 海局 你们都回去 圈好自己的牛羊 带上女人和孩子 七十二寨 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撤出一天的路上 是 还有 佛谷也先不要放回扎伦寺 我给你们选个可靠的人来保护 这样即便是有人来追 也不知道佛谷在哪一条路上 见不到人 克勒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他见得到 我在这里等他 阿爸 就您一个人吗 牛里不在人多 克勒是个不讲理的人 道理是什么 道理不是两张嘴说出来的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可是我相信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有一个更高的神灵 这话真是我爹说的吗 惨了惨了 连他这么聪明的人都说没招 那完了 老爷说 他再聪明也挡不住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结束 结束 都是结束 想办法离开吧 这个鬼地方 怎么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个鬼地方你鸟都拉不出屎 然后怎么离开啊 你能走得了吗 有守卫啊 这个 人家要叛离朝廷还会怕这个 说得也是 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我也想看不到 那倒也是 你们吃我了吧 你神经啊 走 谁啊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个 我觉得东西这样摆放比较有特色 嗯 嗯 你觉得呢 嗯 这里面东西这样摆 都是我出的主意 跟他没关系 她是谁啊 她 你就是金珠姑娘吧 你是谁啊 她 在下信海 是李公子的一位朋友 最近在青海做一些 皮货生意 皮货生意 听说李公子有喜事特来凑凑热闹 谢谢 你好 远道而来的客人 我们这里一向好客 不过 现在不能为你白酒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马上要离开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 阿爸已经做了决定 哎 你们的新房刚刚布置好 要去哪里啊 哦 既然是朋友 我也不瞒你 西宁将军为了抢夺佛谷 要攻打我们的寨子 嗯 这件事我倒是有所耳闻 不过 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暂时离开 哦 我还听到一个消息 叛匪张黑果 正在攒动各部落的首领 随他去另立汉国 你的消息倒满灵通的嘛 哎 做买卖嘛 朋友多一些 耳目多一些 总没坏处 啊 张黑果的人刚刚来过 这么说 贵部要跟他们走了 去哪儿 哦 跟张黑果另立汉国呀 哼 那是汉人的败类 我们有自己的山川牧场 有自己的坟营寺庙 为什么要跟他们走 这是你说的 这是全部落人做的决定 啊 果然如此早被我撩到了 撩到什么了 啊 果然天地之内 大一村烟哪 可罗欧的人 马上就会来攻打寨子 这里会很危险 那您怎么办呢 我们要连夜撤离 见不到人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阿爸不走 他要留在这儿 干什么 他要在这儿等可罗欧 一个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